Hello YouTube 我是Jason 好啦 我們今天又來繼續駕貨車 那我們今天又是繼續駕貨車 一路送貨 一路跟大家聊聊天 今天想聊些什麼呢 其實近來我就慢慢開始留意一下 咦 等前面那輛車走過了 喂 有兩輛車來的 等我把頭推出去嚇一嚇它 給個下馬威 喂 這麼多車來的? 搞錯 是啊 就是最近開始慢慢留意 開始慢慢留意一些 所謂的虛擬偶像 如果大家熟悉的話 那些什麼 重島初音 不是重島初音 重島初音好像不是虛擬偶像 重島初音是什麼偶像 哈哈哈哈 初音未來 初音未來之類的這一類型 虛擬偶像 當然啦 虛擬偶像來說 日本就 可以說是先驅 但是我留意到 原來大陸 甚至大陸 歐洲地區 鬼佬地方 他們都有自己的虛擬偶像 最近我上網就留意到有一隻 那一隻 那一隻叫什麼名字呢? 那一隻是大陸 大陸做的 有一間叫做 華夏 華夏 不知道 動 動畫技術 不知道 動什麼公司 總之是有一間 中國的公司 那一間公司 就出了一隻 叫做 紫煙 對 紫就是 紫就是 紫色的紫 煙就是 愛港力的 李斯煙的煙 哈哈 就是這樣說容易明白 就是 李斯煙 不是 紫煙 對 那一隻有英文名 英文名叫做 Violet 英文名叫Violet 就是紫色 那這隻 那這隻呢 那我就上網見到啦 那其實我見到有 其他幾個YouTuber呢 其實都有 報告關於這隻東西的事件 那有些什麼事呢 就是他接下來在這個 九月三十號呢 九月三十號 會在這個 呃 九展STAR HALL 會有個演唱會 那我見到這個消息呢 那我就膽粗粗去聯絡那間 那間 那看一下他們 喂 你這隻東西究竟什麼一回事啊 開演唱會喔 我有些興趣想去看一下喔 那他們 那他們 以不容辭 就馬上就給了一些票給我啦 那所以我是有些免費票 我可以送給觀眾 那這個就之後再說 因為怎樣送給你們 我也不知道 那但今天其實 最主要不是想說這件 今天是想說 就是虛擬偶像這件事 那大陸就現在自己 弄了一隻叫 李斯煙 不是 叫紫煙 不是 不是 叫紫煙 但是我覺得 虛擬偶像 我既然見紙 我就自己就不是太會欣賞 我就 連最原本 最日本那一隻 初音 那樣 我都覺得 我聽歌 我聽個真人唱就可以了 這樣 我為什麼要聽個 聽個 電子人 聽個 聽個 電腦唱歌給我聽 為什麼要 對不對 那但是呢 我再搜尋多一會兒 我發現原來早幾年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有一個叫戰鬥歌的 台灣 台灣戰鬥歌 那那個戰鬥歌是什麼 那一回事呢 它就是跳那些 摘藍舞 跳那些摘藍舞 那就是在那裡發光 那那一隻呢 那那一隻呢 如果大家有沒有看過的話 我這條片下面 我會有連結 大家可以按進去看看 台灣戰鬥歌 那一個真的經典 那一個真的 有沒有車來的 外面 沒有 有有有有 有車來的 喂 前面你走不走 喂 我可不可以boot 喂 你走不走 沒有車來的 那就是這個戰鬥歌 他那一條片呢 他在一個台下面 台上面有幾個女生跳舞 但其實那首歌呢 是這個虛擬偶像 有一個日本的組合 就去唱那首歌 就在那裡跳 那首歌叫什麼 呃 不知道 不知道 Megu Fire 還是什麼 總之那幾個戰鬥歌 是不斷在那裡 Megu Magu Fire 是很誇張的 大家沒有看過 就是去看一看 就是現在這個年代呢 偶像是不一定要是真人的 就是你找個虛擬偶像出來呢 嗯 一樣會有很多人受落的 那 還有我看日本那幾隻呢 就是就算你說 我去看初音也好 其實我看他的動畫 都不是說真的這麼漂亮的 就是你說相比起 就是現在這個年代 你打機也好 看電影也好 那些動畫是做得很漂亮的嘛 但是我去看那些虛擬偶像呢 就是初音啊 呃 大陸那隻 紫煙啊 violet之類呢 他們又不是說真的要做到很高質素 很漂亮這樣 那當然啦 他們是做得很可愛的 是做得幾可愛 做得幾漂亮的 那絕對不是說要去到好像那些 Toy Story 不是Toy Story 就是去到好像 好像荷里活電影級數那些CG那樣呢 就沒有去到那麼誇張的 那再說回這個 接下來9月30日的演唱會 我 我就 都幾大機會 我會去現場 因為別人能給我票 我沒理由我不去 對不對 還有我也想看一下 因為他是用一個叫做 Hologram 就是3D hologram 的形式 來做一個演唱會 那他的形式是怎樣做的呢 就是 台上會有些表演的Dancer之類 但是同時間呢 他又會 有塊 有塊 透明玻璃在那裡 那他那塊透明玻璃呢 我上網查過呢 就是他會打斜擺 之後就用一個投影機 在一個 天花上面 投影到那個舞台那裡 那就營造了一個 好像真的有一個虛擬人物在你前面 立體的在你前面 出現跳舞的那個 情景出現了 那類似這樣的技術呢 其實 早幾年在這個 Snoop Dog 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Snoop Dog 那他在Snoop Dog的演唱會那裡 那裡 他們就用這個方法 就3D 弄了Tupac出來 Tupac 如果大家有聽Hip-Hop 應該知道 中槍死了很多年了 已經 那他用這個方法 弄了Tupac出來 然後 放在台上 做這個虛擬 就投影下去 就搞到他好像翻山出來 跳舞唱歌 早幾年在台灣 應該是 周杰倫也有做過 那他跟這個 鄧麗君的影像 就合唱 那又是用這個 投影技術呢 就把鄧麗君 投影了上去那個舞台上面 那樣 那他今次這個 紫煙 就是這個大陸的虛擬偶症 紫煙呢 他來香港開這個演唱會呢 都是用這個技術來做的 那我 還沒試過現場看 就是這一種技術的投影呢 在Youtube上面看片看得多 看了很多次 看Youtube 看了很多次 但是從來都沒見過 原來我超速都很厲害 原來我 48公里 呵 對了 但是從來都沒有在現場看過 所以我都很想去現場感受一下 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還有好像說到時會有這個 Cosplay比賽之類的 這個我不確認 我聽說的很多都是 所以這個呢 會是這個月底 九月底 其中一個我的行程 我是會想去的 那我想問問大家呢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 就是虛擬偶像 就是這個 類別的唱歌跳舞 我相信很多觀眾呢 他們最喜歡的是甚麼呢 是那個 Love Live 但是Love Live 有些不同 Love Live 我知道是2D的 不是3D的 即是它是2D平面人物 就不是3D立體人物 那樣的 所以有些不同 但據我所知 Love Live 都好像有出現場會 我不知道那個形式 會不會是類似 但是 未試過看這些 真的會在現場試一試 還有呢 這個我也是 我收到 即是那邊公司聯絡我之後 我再去看看 我才知道 原來 這隻東西呢 它是 中國製造 Made in China 說說說 前面的家車這麼像IKEA 為甚麼 現在是家私來的 這隻東西是中國製造 是不是 我最初就在想 中國製造 會不會只是適合國語歌 會不會只是在那邊 撲通話 在那邊 在那邊 但是又不是 它有廣東話歌 還有呢 它唱廣東話歌的時候 我聽了很久 我還是覺得 那聲音好像一個 好像一個現實裡面的歌手 但是我硬是 升不出它的名字 大家可以按它看一下 我會把它放進去 大家可以按它看一下 那它那個 它的聲音 究竟是像哪一個 我想著 我想著 我想不到那個名字 搞到我好像在玩大陸的蒙面歌 蒙面歌王 好像 在那邊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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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了很久都猜不到 但是說到大陸的節目 我今天只是在全城 在那邊說大陸 大陸的蒙面歌王節目 如果大家有在Facebook看到也知道 他早前 毛啟然就在那裡猜這個 李克勤 然後說 啊 很有李克勤的味道 就算你是盲的 你不用管他有沒有蒙面 你聽到那把聲音一開口 已經知道是李克勤 那些 怎麼會不知道的 所以說 毛先生 其實我在Facebook我都有寫到 唉 你不要裝不知道 你不如 不出聲 裝啞仔 不出聲 然後等到我節目去到最後 等李克勤一脫臉罩的時候 然後你就開口 說 其實我早知道是你來 不過 真是 不想那麼好 不好意思 這麼快說出來 我又超速了 走百多公里都走 今天我的駕駛很穩定 什麼事先 但是最好笑就是他 李克勤之後 呃 呃 誰上台啊 呃 糟了那個叫什麼名字 呃 呃 那個 台灣 不是 新加坡還是馬來西亞 但是 會說廣東話的 但是說得什麼的 吵架 吵架 吵架是不是馬來西亞 還是什麼 我要剪線 我要剪線 哇 直接剪出來 簡直是瘋狂駕駛 完全不理人死活 是說 吵架是不是 東南亞 還是 還是大陸 還是 還是哪裡的 我真的不知道 有沒有觀眾知道 我有好幾個問題 全部都要觀眾解答給我 全部都是要 那吵架上台 唱那首歌 唱啊 唱啊 哪個那首 男人KTV 啊啊啊 側田那首 唱側田那首 有個男人KTV 她也是 哇 一開口一聽就知道她是 吵架 就算開口那下 不知道 唱到高音那下 一定不知道 不可能不知道 但又要 南偉了毛先生 毛啟然先生 南偉他又要詐不知道 啊啊很有曹架的味道 啊啊是不是曹架呢 應該不是啊 好像在說些廢話 那個節目真是很威士氣搞笑,所以呢,我正在想著,那些虛擬偶像,有些呢,就是用,有個叫做Focus來的,有個叫做Focus來的program呢,就是專門用來做合成聲的,我完全不看了我不看就這樣衝出來的,有車來的話死定了,有些呢就是用一個Focus來的program用來合成聲, 譬如日本初音那些,就是用一個叫做Focus來的program用來做一個合成聲出來,就完全不是人聲來的,就是它全程100%是電子聲這樣,那中國這個紫煙呢,這個我就不太confir,是的,我不知道它們是人聲還是電子聲,但其實兩體啦,人聲就人聲好,電子聲就電子聲好,因為電子聲呢, 會變成像autotune那樣,但是這個當然視乎個人喜好,有些人喜歡電子聲,有些人就喜歡,比較像真人聲那樣,那這個就沒有說哪樣好哪樣壞的,那這個純粹個人喜好啦,那這個月底那個,9月30號的演唱會呢,那除了我會去之外呢,我想應該, 會有另外有些youtuber,會跟我一起去,因為大家都想去看一下,還有我意識到呢,有一兩個呢,他們真的,真的喜歡這個東西的咯,那我剛才也說了,但是我就不是太懂得想啦,但是我都會想去現場看一看,那因為, 就是,又除了有,就是Hologram這些技術可以現場看一看之外呢,那有人Cosplay啦,那Cosplay應該都會有一些, 比較上漂亮的女孩子,那可以去現場看一看,那如果大家有觀眾有興趣的話呢,那剛才我剛才說了,那一開始就已經說了,那對面公司呢,他們給了一些票給我,那我可以呢,給某些觀眾啦,那我不知道我可以有多少張,或者十張,八張那樣,那如果有觀眾有興趣的話呢,可以在下面留言說,那到時呢, 可以大家一起去看一下演場會,那地點會是這個的九箭Star河,哇,今天我的駕駛很穩定喔,是除了剛才那一刻突然一下剪三條線,不是,一下剪兩條線剪出去呢,是那一刻比較驚險了一點,驚險了一點之外,其實都沒什麼東西的,天氣又好,遊戲在裡面,是不是呢,啊,風和日麗,不過又說回這些虛擬偶像啦, 好不好,因為其實我發覺,就是今天這個topic,其實可以講很多的,真的,虛擬偶像,我們是不是真的已經去到一個年代呢,真實的偶像已經滿足不了我們呢,就是當然我有很多朋友呢,他們很喜歡動漫,很喜歡,就是一些虛擬的東西,就是他們會覺得,啊,我們三次元世界,就是我們現在這個現實世界呢,他們會覺得就,就是滿足不了他們啦,那他們呢,就要看動漫啦,看漫畫啦, 看動漫畫啦,看動漫畫啦,今天在這個二次元世界裡面呢,就尋求,另外一個,另外一個,那個叫什麼,另外一個體驗啊,虛擬偶像啦,那所以就是,如果當一個人是極度那麼喜歡動漫,就是他覺得現實是有一點點殘酷啊,有一點點,不是說土秘,只是說,就是現實世界沒那麼完美嘛,就是不是他想要那個世界, 那所以他就在這個動漫裡面呢,就是尋找一個自己喜歡的世界啦,就是譬如說你很喜歡One Piece那樣,那我也很喜歡的 那你就會很想,啊,如果這個世界好像One Piece那樣就不錯啦,整個世界,啊,都是海洋,然後我們可以做海賊,去大冒險那樣,因為你說現在這個世界裡面,你說要去冒險的話,沒有東西很冒險的啦,到島人去過的啦,是不是 那所以呢,慢慢就會延伸到去,啊,我們漫畫都不夠啦,我們連真人的偶像都不需要啦,我們,嘩,這個人連用剪車,這個人,車死你,短命總的,嘩,還要撞車,嘩,差點撞到這裡,簡直想死你,這個人是不是早前那些,在我高速公路上亂撞車呢,然後被人,圍偶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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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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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腳長一點也可以 即是我們可以很自由 很自由可以選擇到我們想要的偶像是怎樣養 所以這個我覺得會是虛擬偶像 會是多人喜歡的地方 因為它隨時可以轉樣子 造型也可以隨時轉 非常方便 我們又是時候拍車了 但是今天我是不是可以選擇人拍車 我直接用Enter可以直接按 Yeah! 多部 231公里 3小時34分鐘 114.3升 我們燒好了燃料 今天是不是壞了 最後我們這樣撞一下車尾 原本可以沒事的 是不是壞了那傢伙了 真的 唉 今天我們一邊開車一邊講這個 topic 即是虛擬偶像 剛才也講了很久 中國那隻紫煙 9月30號開演唱會 我可能會去的 但是到最後我也是想問一問大家 為什麼現在的人會喜歡虛擬偶像 即是不是一個實在的人 而是一個虛擬偶像 為什麼會喜歡這些呢 我真的很想大家留言告訴我 如果有興趣去看的 即是想去看的朋友 即是那個演唱會 想去看的話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看看怎樣送這些票給大家 我有七張八張十張 可能應該會有 好了 如果今天大家這條影片喜歡 記得按個like 有什麼意見 記得在下面留言說 問題記得回答我 我們下條影片回來再見 就是這樣 拜拜